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 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阿兰 阿兰生阿米纳达,阿米纳达生拿顺 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士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士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稣 耶稣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阿比亚 阿比亚生阿萨,阿萨生约沙法 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 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阿哈斯 阿哈斯生希西加,希西加生马拿西 马拿西生阿门,阿门生约西亚 阿哈斯波阿尔,阿谱生阿加 高磊沙法尔·斋骨 阿所生撒督,撒督生阿金,阿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阿撒,以利阿撒生玛丹,玛丹生雅各,雅各生若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千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千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也有十四代。 玛丽亚受圣灵感动怀恩。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载下面,他母亲玛丽亚已经许配了若瑟,还没有迎娶,玛丽亚就从圣灵怀了人。 他丈夫若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幽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事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若失,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恩,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女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同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来尼,以马来尼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若失省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第二章,耶稣降生,博士来拜。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声,突来拜他。 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民事,问他们说, 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犹大地的伯利行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文。 当下希律暗暗的照了博士来,世文那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差他们往伯利行去,说, 你们去仔细尋访那小孩子,尋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他们听见黄的话,就去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声,忽然在他们前头行, 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声,就大大的欢喜, 遵了防止,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丽亚, 就腐腹拜那小孩子, 揭开宝盖,拿黄金与香,抹药为礼物,献给他。 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 不要回去见希律, 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逃到埃及 他们去后,有主的侍者向约室梦中显现, 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 逃往埃及,住在那里, 等我吩咐你, 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 要除灭他。 约室就起来, 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 直到希律死了, 这事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 说,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屠杀南械。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大大发怒, 警察将伯利行城里并四景所有的男孩, 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 犯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在拉玛听见浩图大哭的声音, 是拉玛听见浩图大哭他儿女, 不肯受安慰,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回国到拿撒纳。 希律死了以后, 有主的侍者在埃及向药室梦中显现说, 起来, 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 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若失就起来, 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 只因听见亚基路接着他父亲希律, 作了犹太王, 就怕往哪里去, 又在梦中被主指示, 便往加里利境外去了, 到了一座城, 名叫拿撒纳, 就住在哪里, 这事要应验先知所说, 他将称为拿撒纳人的话了。 第三章 施洗约汉传道 那时有施洗的约汉出来, 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这人就是先知以塞亚所说的, 他说,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雪, 预备主的道, 收藉他的路, 这若汉身穿洛妇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 那时, 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并约但何一带地方的人, 都出去到若汉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但何里受他的洗, 若汉汉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杀都该人, 也来受洗, 就对他们说, 毒蛇的种类, 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情, 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现在父子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坎下来, 雕在火里, 必有圣灵与火的洗,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鞋, 亚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 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波机, 要让静他的墙, 把墨子收在仓里, 把腔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耶稣受洗, 当下, 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见了约翰, 要受他的洗, 约翰想要拦住他, 说, 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向我这里来吗? 耶稣回答说,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你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于是约翰许了他, 耶稣受了洗, 随即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上帝的灵, 仿佛革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第四章, 耶稣受试探, 当时,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他禁食四十就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上帝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着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 与万国的荣华, 都只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苦福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退去罢, 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上帝, 但要侍奉他, 于是, 魔鬼来了耶稣, 有天事来自候他, 有大光照耀, 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 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又离开那撒勒, 往加白龙去, 就住在那里, 那地方靠海, 在西部铃和拿佛他利的边界上, 这时要应验先知以塞亚的话, 说, 西部铃地, 拿佛他利地, 就是沿海的路, 若但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坐在死瘾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耶稣照四图,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 说,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那清夫彼得的西门, 和他兄弟安得烈, 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仁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捨了网, 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 又看见弟兄二人, 就是西彼泰的儿子雅各, 和他兄弟若汉, 同他们的父亲西彼泰在船上保望, 耶稣就招呼他们, 他们立刻捨了船, 别了父亲, 跟从了耶稣,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国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敘利亚,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 和被鬼附的, 癫痕的, 癫痕的, 都大了来, 耶稣就自好了他们, 当下,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 底加坡利, 耶路撒冷, 犹太, 若旦河外, 来跟着他, 第五章, 登山奋众, 轮幅,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仪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率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梦连率,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义址, 为意受迫伯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欲骂你们, 迫伯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委批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迫白他们, 门徒为炎为光,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味, 怎能叫他再咸呢? 以后无用, 不过雕在外面, 被人浅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承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耶稣来, 成全律法和先知的道。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戒命中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这样作, 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戒命, 又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省于民事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论仇恨,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 不可杀人, 又说, 犯杀人的, 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 犯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 犯骂弟兄是拉家的, 难免工会的审断, 犯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火, 所以,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后来献礼物, 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息, 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 审判官交付牙役, 你就下在监女了, 我实在告诉你, 若有一文前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 论奸淫,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换出来雕吊,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雕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坎下来雕吊,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又有话说, 人若忧妻, 就当给他忧书,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忧妻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叫他作淫妇了, 人若取这被忧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妙了, 论起誓,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 不可背誓, 所起的誓总要向主紧守,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什么世都不可起, 不可指着天起誓, 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 不可指着地起誓, 因为地是他的脚椅, 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 你们的话, 是, 就说是, 不是, 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论外囚敌,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女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 就给他, 有向你借态的, 不可推辞, 你们听见有话说, 当爱你的轮舍, 恨你的囚敌, 指示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囚敌, 为那迫白你们的祷告, 这样, 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乙子,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打人, 刚愚吸义人, 也吸不义的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碎利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 给人有什么长处呢? 就是碎帮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所以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第六章, 论诗写, 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想赐了,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 不可在你前面吹号, 将那假冒为善的人, 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 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刹看, 你父在暗中刹看, 必然报答你, 论访问, 你们讽舍的时候, 不可将那假冒为善的人, 爱站在会堂里, 和十字路口上讽舍, 故意叫人看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施舍的时候, 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 祷舍你在暗中的父, 你父在暗中刹看, 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舍, 不可障碍帮人, 用许多重福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 必梦谁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 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 你们所需用的,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主分人的祷告, 所以你们祷告, 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空恶, 因为国度, 权兵,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门, 你们遇见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遇见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遇见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遇见你们的过犯, 论离禁食, 你们禁食的时候, 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念上带着愁容, 因为他们把念弄得难看, 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禁食的时候, 要梳头洗脸, 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 你父在暗中察看, 必然报答你, 论真财宝, 不要为自己即赞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受坏, 也有策滑忽孔来偷, 只要即赞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受坏, 也没有策滑忽孔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论心里的光,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寥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物类依成,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护者个, 爱那个, 就是众者个, 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 又侍奉马门,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内, 你们的天父上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 使授数多加一刻呢, 何必为依常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白合花, 怎么长起来, 他也不努苦, 也不仿善, 然而, 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叨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雕在牢里, 上帝还吸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 雪,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第七章, 无论断人,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气量吸人, 也必用什么良气量吸你们,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用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不要把性物吸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雕在珠前, 恐怕他浅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 求则得知, 你们祈求, 就吸你们, 尋找, 就尋见, 叩门, 就吸你们开门, 因为犯祈求的, 就得着, 尋找的, 就尋见, 叩门的, 就吸他开门, 你们中间, 谁有儿子求柄, 反吸他石头呢, 求愚, 反吸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到拿好东西给仪女, 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 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所以, 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两条门路,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渡滅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渡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两种果树,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者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京剂上岂能摘葡萄呢, 窄泥里岂能摘无花果呢, 这样, 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坎下来, 雕在火里, 所以,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称呼我, 主啊, 主啊, 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进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命传道, 奉你的命赶鬼, 奉你的命行许多意能,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两等根基, 所以,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盆石上, 雨淋,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纳在盆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淋,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大,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众人都欺其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并的人, 不像他们的民事。 第八章, 洁净掌大麻风的, 耶稣下了山, 有许多人跟着他, 有一个掌大麻风的, 来拜他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结静了, 耶稣伸手摸他说, 我肯, 你结静了吧, 他的大麻风立刻就结静了, 耶稣对他说, 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吸制施擦汗,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作证据, 自伯夫掌的伯人, 耶稣尽了家伯农, 有一个伯夫掌, 尽前来, 求他说, 主啊, 我的伯人害疼瘩病, 躺在家里, 甚是疼苦, 耶稣说, 我去医治他, 伯夫掌回答说, 主啊, 你到我卸下, 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伯人就必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 去, 他就去, 对哪个说, 来, 他就来, 对我的伯人说, 你作这事, 他就去作, 耶稣听见就稀奇, 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从西, 将有许多人来, 在天国里与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一同坐直, 唯有本国的子民, 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 在哪里必要哀哭切耻了, 耶稣对伯夫掌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 给你承传了, 那时, 他的伯人就好了, 依比德恶母, 耶稣到了比德加累, 见比德的恶母害热并躺着, 耶稣把他的手一摸, 热就退了, 他就起来服侍耶稣,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自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时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 就吩咐到哪边去, 有一个民事来, 对他说, 夫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狐狸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主啊, 用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平静风和海, 耶稣上了船, 门徒跟着他, 海里忽然起了暴风, 甚至船被波浪掩盖, 耶稣却睡着了, 门徒来叫醒了他, 说, 主啊, 救我们, 我们丧命了, 耶稣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胆怯呢? 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众人稀奇说, 这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耶稣记道到那边去, 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 就有两个被鬼斧的人, 从分形里出来迎着他, 极其空盲, 甚至没有人能从哪条路上经过, 他们哭着说, 上帝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事后还没有道, 你就想这女来叫我们受苦吗? 鬼入猪群, 离他们很远, 有一大群猪吃食, 鬼就殃求耶稣说, 若把我们赶出去, 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 耶稣说, 去吧, 鬼就出来, 进入猪群, 全群忽然躺下山崖, 投在海里染死了, 放诸的就逃跑进城, 将这一切事, 和被鬼斧的人所遭遇的, 都告诉人, 合成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 既见了, 就要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第九章 医治坦子 耶稣上了船, 渡过海, 来到自己的城里, 有人用玉子抬着一个坦子, 到耶稣跟前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坦子说, 小子, 放心吧, 你的罪赦了, 有几个民事心里说, 这个人说前往的话了,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 就说, 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 或说, 你的罪赦了, 或说, 你起来行走, 那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兵, 就对坦子说, 起来, 那你的肉子回家去罢, 那人就起来, 回家去了, 众人看见都惊奇, 就归荣耀与上帝, 因为他将这样的权兵刺给人, 马太被召,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 坐在碎关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 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屋里坐植的时候, 有好些碎利和罪人来, 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植, 法利塞人看见, 就对耶稣的门徒说, 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碎利并罪人一同吃饭呢? 耶稣听见, 就说, 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经常说, 我喜爱连述, 不起爱祭祀, 这句话的意思, 你们且去揣摩, 我来, 本不是照义人, 乃是照罪人, 身旧难合的比喻, 那时, 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 我们和法利塞人常常禁食, 你的门徒倒不禁食, 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时候, 他们就要禁食,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因为所补上的, 反带坏了那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 若是这样, 皮袋就裂开, 酒漏出来, 连皮袋也坏了, 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两样就都保存了。 二幻血流的女人,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 我女儿刚才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他就必活了, 耶稣便起来, 跟着他去, 门徒也跟了去,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流, 来到耶稣背后, 摸他的衣裳垂子, 因为他心里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必传遇, 耶稣转过来看见他, 就说, 女儿, 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从那时候, 女人就传遇了, 医治管会堂者的女儿, 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 看见有吹手, 又有许多人乱让, 就说, 就说,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有两个核子跟着他, 喊叫说, 大胃的子孙, 可怜我们罢, 耶稣尽了防止, 核子就来到他跟前, 耶稣说, 你们信我能作这事吗? 他们说, 主呀, 我们信,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 说, 照着你们的信, 吸你们成全了罢,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 耶稣切切的祝福他们说, 你们要小心, 不可叫人知道, 他们出去, 警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 赶出雅巴鬼, 他们出去的时候, 有人将鬼所付的一个雅巴, 带到耶稣跟前来, 鬼被赶出去, 雅巴就说出话来, 众人都稀奇说, 在以色列中,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法利塞人却说,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联敏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样没有牧人一般, 于是对门徒说, 要收的庄价多, 作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价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价, 第十章, 耶稣差遣十二仕途,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权兵, 能赶逐污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这十二仕途的名, 头一个叫西门, 又称彼得, 还有他兄弟安德烈, 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若汉, 肥力, 和巴多罗迈, 多马, 和瑞利马泰, 阿勒肥的儿子雅各, 和达泰, 奋裔党的西门, 还有卖耶稣的家略人犹大, 耶稣差遣十二个人去, 吩咐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尽,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阳那里去, 随走随存, 说, 天国近了, 医治病人, 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结症, 把鬼赶出去, 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去, 腰带里, 不要带金银铜钱, 行路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两件寡子, 也不要带骸和拐掌, 因为工人得饮食, 是应当的,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 哪一村, 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 就住在他家, 直住到走的时候, 尽他家里去, 要请他的安, 哪家若配得平安, 你们所求的平安, 就必临到哪家, 若不配得, 你们所求的平安, 仍归你们, 凡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话的人, 你们离开哪家, 或是哪城的时候, 就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 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警戒勉励, 我差你们去, 如同样进入狼群, 所以你们要灵巧仗蛇, 顺良仗吉子, 你们要防备人, 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 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 并且, 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被送到诸侯, 君王面前, 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 你们被交的时候, 不要思虑怎样说话, 或说什么话, 到那时候, 必次给你们当说的话,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 乃是你们父的灵, 在你们里头说的, 服事主之艰难, 弟兄要把弟兄, 父亲要把乙子, 送到死地, 儿女要与父母为敌, 害死他们, 并且, 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忽,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有人在这城里, 逼迫你们, 就逃到那城里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以色列的城一, 你们还没有走遍, 人子就到了,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学生和先生一样, 仆人和主人一样, 也就罢了, 人记马家主事别西卜, 何况他的家人呢, 所以不要怕他们, 因为掩盖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 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 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 你们耳中所听的, 要在房上宣扬出来,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两个麻雀, 不是买一分银子吗, 若是你们的父不许, 一个也不能吊在地上, 一个也不能吊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犯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认他, 犯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认他, 你们不要想, 我来, 是叫地上太平, 我来, 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因为我来, 是叫人与父亲生疏, 女儿与母亲生疏, 悉父与婆婆生疏, 人的囚的,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作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作我的门徒, 不配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配作我的门徒, 得着生命的, 将要失丧生命, 为我失丧生命的, 将要得着生命, 福事主的赏赐, 人接待你们,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二人的名, 接待二人, 必得二人所得的赏赐,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 吸这小子女的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第十一章, 施洗约翰, 猜人, 民主, 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 就离开那里, 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 约翰在监女听见基督所作的事, 就打发两个门徒去, 问他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听见, 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核子看见, 弱子行走, 掌大麻风的洁净, 龙子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犯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他们走的时候, 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 你们从前出道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 到底是要看什么? 要看穿世远衣服的人吗? 那穿世远衣服的人, 是在皇宫里, 你们出去, 究竟是为什么? 是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着说, 我要猜显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耶稣称赞, 施洗药汉。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苦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 大过施洗药汉的, 然而, 天国女最少的, 比他还大, 从施洗药汉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随空, 若看来了, 也不轻, 也不渴, 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人指来了, 也吃, 也喝, 人又说他是贪食, 好酒的人, 是碎利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子, 总以智慧为是。 耶稣贼被那些城的人, 耶稣在诸城中, 行了许多异能, 哪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就在那时候贼被他们说, 哥拉讯啊, 你有和了, 白菜大啊, 你有和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推罗西顿, 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推罗西顿所受的, 被你们还容而受呢, 家伯龙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聚落阴间,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所多玛, 他还可以传到今日, 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所受的, 被你还容而受呢, 那时, 耶稣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向聪明通达人, 就藏起来, 向婴孩, 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事如此, 一切所有的, 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子, 除了子, 和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父,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付我的厄, 学我的样式, 这样,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厄是容易的, 我的淡子是轻散的, 第十二章,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那时, 耶稣在安息日, 从墨地经过, 他的门徒饿了, 就合起墨水来吃, 法利塞人看见, 就对耶稣说, 看啊, 你的门徒作安息日, 不可作的事了,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 大卫和根从他的人, 饥饿之时所作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尽了上帝的殿, 吃了陈切饼, 这饼不是他和根从他的人可以吃得, 唯独祭司才可以吃, 再者, 律法上所记得, 当安息日, 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 还事没有罪, 你们没有念过吗? 但我告诉你们, 在者里有一人比电更大, 我喜爱连述, 不起爱祭祀, 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 就不将无罪的, 当作有罪的了, 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在安息日治病, 耶稣离开那地方, 尽了一个会堂, 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 有人问耶稣说, 安息日治病, 可以不可以? 意思是要控告他, 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 当安息日掉在坑里, 不把他抓住拉上来呢? 人比羊何等贵重呢? 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 于是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伏了圆, 和那只手一样, 法利塞人出去, 商议怎样可以随灭耶稣? 耶稣知道了, 就离开那里,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自好了, 又祝福他们, 不要给他全名, 这事要应严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 看啊, 我的仆人, 我所拣选, 所亲爱, 心里所喜悦的, 我要将我的灵刺给他, 他必将功利全给外邦, 他不增经, 不圈扬,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压伤的奴违, 他不截断, 将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等他施行功利, 叫功利得胜, 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 博倒法利塞人的蝉言,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扶着, 又核, 又雅的人, 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就医治他, 甚至那雅巴又能说话, 又能看见, 众人都惊奇, 说, 这不是大位的子孙吗? 但法利塞人听见, 就说, 这个人赶鬼, 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北啊?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方长, 一成一家自相纷争, 必站立不住, 若撒旦赶逐撒旦, 就是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我若靠着别西北赶鬼, 你们的子弟赶鬼, 又靠着谁呢? 这样, 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 这就是上帝的国, 人一切的罪和泄独的话, 都可得泄独, 为独猎独猎, 总不得泄眠,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泄眠, 为独说话干犯圣灵的, 今世来世, 总不得泄眠, 你们华以为树好, 果子也好, 树歪, 果子也坏, 因为看果子, 就可以知道树, 毒蛇的种类, 你们既是恶人, 怎能说出好话来呢?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心里所传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传的恶, 就发出恶来, 我又告诉你们, 凡人所说的闲话, 当审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公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 定你为义, 也要凭你的话, 定你有罪, 求神职的受责备, 当时, 有几个民事和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职, 给我们看, 耶稣回答说, 一个邪恶淋乱的世代, 求看神职, 除了先知若拿的神职以外, 再没有神职给他门看, 若拿三日三夜在大鱼土福中, 人子也要这样, 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未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未人听了若拿所传的, 就悔改了, 看啊, 在这里有一人比若拿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 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他从地极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看啊, 在这里有一人比若拿更大, 污鬼离了人生, 就在无水之地, 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自处, 却寻不着, 于是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空闲, 打掃干净, 收拾好了, 便去令大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尽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景况, 比先前更不好了, 这邪恶的世代, 也要如此。 信者皆为亲属,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 不料, 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 要与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 看啊, 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 要与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途说, 看啊,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这梅和母亲了, 这梅和母亲了, 当那一天, 耶稣从房子里出来, 坐在海边,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 众人都站在岸上, 他用比喻对他们说许多道理, 说, 有一个杀种的出去杀种, 杀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技不深, 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 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 把他挤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浅石头地上的, 就结实,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有意可听的, 就应当听, 用比喻的因由 门徒进前来, 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 为什么用比喻呢?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傲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奪去, 所以, 我用比喻对他们说, 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 正认了以赛亚的预言说, 你们听事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事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 因为这百姓游蒙了心, 以地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以地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为看见了, 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 因为听见了, 解明杀种的比喻,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 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所以, 你们当听者杀种的比喻,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 那恶者就来, 把所杀在他心里的, 夺了去, 这就是杀在路旁的了, 杀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及自慧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迫白, 立刻就跌倒了, 杀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把道挤住了, 不能结实, 杀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到明白了, 后来结实,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弊子的比喻, 耶稣又切过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象人杀好种在田里, 及至人睡觉的时候, 有囚的来, 将弊子杀在墨子里, 就走了, 到掌苗套水的时候, 弊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伯人来, 告诉他说, 主呀, 你不是杀好种在田里吗, 从哪里来的弊子呢, 主人说, 这是囚的作的, 伯人说, 你要我们去拷出来吗, 主人说, 不必, 恐怕搂弊子, 连墨子也拔出来, 容者两样一起掌, 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笔子搂出来, 捆成捆, 留着烧, 唯有墨子, 要收在仓里, 芥菜种的比喻, 他又切过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长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田里, 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 等到长起来, 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却比各样的菜都大, 且成了树, 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知上, 面孝的比喻, 他又对他们讲过比喻说, 天国好长面孝, 有妇人拿来, 藏在三斗面里, 值等全团都发起来,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说, 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解明弊子的比喻, 当下耶稣离开众人, 尽了防止, 他的门徒尽前来说, 请把田间弊子的比喻, 讲给我们听, 他回答说, 那杀好种的, 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 好种, 就是天国之子, 弊子, 就是那恶者之子, 杀弊子的囚敌, 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 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 就是天使, 将弊子掏出来, 用火焚烧, 世界的末了, 有意可听的, 就应当听, 藏宝于田, 与沉珠的比喻, 天国好象宝贝, 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 就把他藏起来, 欢欢喜喜的, 去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天国有好象买卖人, 尋找好珠子, 尋找好珠子, 遇见一伙重价的珠子, 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 买了这伙珠子, 杀网的比喻, 天国有好象, 网杀在海里, 聚拢各样水族, 网记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 座下, 简好的收在戏具里, 将不好的丢戏了, 世界的没了, 也要这样, 天使要出来, 从二人中, 把恶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耶稣说, 这一切的话, 你们都明白了吗? 他们说, 我们明白了, 他说, 凡民事受教作天国的门徒, 就像一个家主, 从他妇女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拿杀勒人, 嫌弃耶稣, 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 就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甚至他们都稀奇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 和异能呢? 这不是木医生的儿子吗? 他母亲不是叫玛丽亚吗? 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 若西, 西门, 犹大吗? 他妹妹们, 不是都在我们这女吗? 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 他们就厌弃他, 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 除了本地, 本家之外, 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 就在那里不多行义能了。 第十四章 约汉宅被欺律被斩 那时, 分封的王欺律, 听见耶稣的名声, 就对神捕说, 这是施洗的约汉从死里复活, 所以, 这些义能从他里面发出来。 起先, 希律为他兄弟肥力的妻子, 希罗底的缘故, 把约汉拿住, 所在监里, 因为约汉曾对他说, 你娶这妇人, 是不合理的, 希律就想要杀他, 只是怕百姓, 因为他们以约汉为先知。 到了希律的生日, 希罗底的女儿, 在众人面前跳舞, 使希律欢喜, 希律就喜誓, 应许随他所求的吸他, 女儿被母亲所使, 就说, 请把施洗约汉的头, 放在盆子里, 拿来吸我, 黄便幽愁, 但因他所起的誓, 有因同质的人, 就吩咐吸他, 于是打法人去, 在监里斩了约汉, 把头放在盆子里, 拿来吸了女子, 女子拿去吸他母亲, 约汉的门徒来, 把施首领去, 埋葬了, 就去告诉耶稣, 吸五千人吃饱, 耶稣听见了, 就上船, 从哪里独自推到野地里去, 众人听见, 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 耶稣出来, 见有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天将晚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说, 这事野地, 时候已经过了, 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村子里去, 自己买吃的, 耶稣说, 不用他们去, 你们吸他们吃吧, 门徒说, 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 两条饼, 耶稣说, 拿过来吸我, 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 就拿着这五个饼, 两条饼, 望着天, 祝福, 抹开饼, 递给门徒, 门徒又递给众人, 他们都吃, 并且吃饱了, 把圣下的灵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男子, 吃的人, 除了妇女孩子, 约有五千, 耶稣离海, 耶稣随即吹门徒上船, 先到到那边去, 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 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 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遥陷, 夜里四更天, 耶稣在海面上走, 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说, 是个鬼怪, 便害怕, 哭叫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彼得说, 主, 如果是你,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在水面上走, 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因见风甚大, 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便哭着说, 主呀, 救我, 耶稣赶紧, 耶稣赶紧身手拉住他, 说, 你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 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了, 他们过了海, 来到隔离撒勒地方, 那里的人, 一认出是耶稣, 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 把所有的病人, 带到他那里, 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上垂子, 摸着的人, 就都好了, 第十五章, 礼上的污蔑, 那时, 有法利塞人和民事, 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 你的门徒, 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 因为吃饭的时候, 他们不洗手,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恩着你们的遗传, 犯上帝的戒命呢, 上帝说, 当孝敬父母, 又说, 就骂父母的, 必自死他, 你们倒说, 无论何人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及你的, 已经作了贡献,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就是你们直着遗传, 废了上帝的戒命, 假冒为善的人, 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 是不错的, 他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 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言, 心里的污蔑,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 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蔑人, 出口的乃能污蔑人, 当时, 门徒进前来对他说, 法利塞人听见者话, 不服, 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 凡灾众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灾众的, 必要拔出来, 任凭他们罢, 他们是核眼领路的, 若是核子领核子, 两个人都要吊在坑里, 彼得对耶稣说, 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耶稣说, 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喜不知烦入口的, 是运到肚子里, 又落在茅次里吗? 唯独出口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这才污蔑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 凶杀, 奸淫, 狗合, 偷盗, 妄政, 磅毒, 这都是污蔑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 那却不污蔑人, 耶稣夸掌加南妇人的信心, 耶稣离开那里, 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有一个迦南妇人, 从那地方出来, 哭着说, 主啊, 大位的子孙, 可怜我, 我女儿被鬼负得甚苦, 耶稣却一言不答, 门徒进前来, 求她说, 这妇人在我门后头, 喊叫, 请打发她走吧, 耶稣说, 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样, 那女儿去, 那妇人来拜她, 说, 主啊, 帮助我, 她回答说, 不好拿儿女的饼, 雕给狗吃, 妇人说, 主啊, 不错, 但是, 狗也吃她主人借子上, 吊下来的碎渣鱼, 耶稣说, 妇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 给你成全了罢, 从那时候, 她女儿就好了, 都稀奇, 因为看见雅巴说话, 残疾的传遇, 挟子行走, 核子看见, 她们就归荣耀, 吸以色列的上帝, 吸四千人吃饱, 耶稣叫门徒来说, 我怜悯者众人, 因为她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 也没有吃的了, 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 恐怕在路上困乏, 门徒说, 我们在这野地, 哪里有这么多的饼, 叫这许多人吃饱呢, 耶稣说, 你们有多少饼, 她们说, 有七个, 患有几条小鱼, 她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 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 捉借了, 抹开, 递给门徒, 门徒又递给众人, 众人都吃, 并且吃饱了, 收拾圣下的灵碎, 装满了七个康子, 吃的人, 除了妇女孩子, 共有四千, 耶稣叫众人散去, 就上船, 来到马加丹的境界, 第十六章, 求主显神迹, 法利塞人和撒刀该人, 来试探耶稣, 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 给他们看, 耶稣回答说, 晚上天发红, 你们就说, 天必要情, 早晨天发红, 又发黑, 你们就说, 今日必有风雨, 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息, 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 除了若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吸他看, 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 防备法利塞人和撒刀该人的酵, 门徒道到哪边去, 忘了带饼,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 防备法利塞人和撒刀该人的酵, 门徒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罢, 耶稣看出来就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 为什么因为没有饼比此议论呢? 你们还不明白吗? 不记得那五个饼, 分给五千人, 又收拾了多少男子的零碎吗? 也不记得那七个饼, 分给四千人, 又收拾了多少康子的零碎吗? 我对你们说, 要防备法利塞人和撒刀该人的酵, 这话, 不是指着饼说的, 你们怎么不明白呢? 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 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酵, 乃是防备法利塞人和撒刀该人的教训。 认耶稣为基督,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肥立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仁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耶利米, 或是仙子女的一位,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药拿,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子是的,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盆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药士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 耶稣祝福门徒, 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欲言受难, 复活降临, 从此, 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掌路, 祭司掌, 民事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 对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罢,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跟从主, 于是, 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写记, 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调生命, 凡为我丧调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赏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事者降临, 那时候, 他要照各人的行为, 报应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末尝死未以前, 必看见人只降临在他的国内, 第十七章 改变形象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若汉, 暗暗的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念面明亮如日头, 衣裳结白如光, 忽然, 有摩西, 以利亚, 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 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说话之间,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 就苦福在地, 极其害怕, 耶稣进前来, 摸他们说, 起来, 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那里, 以若汉, 辟以利亚, 下山的时候, 耶稣吩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问耶稣说, 问是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回答说, 以利亚固然先来, 并要复兴万事,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人却不认识他, 竟任意待他, 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 是指着施洗的若汉, 害癫痫病的孩子, 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 跪下, 说, 主啊, 连吻我的儿子, 他害癫痫病狠苦, 屡次跌在火里, 屡次跌在水里, 我带他到你们图那里, 他们却不能医治他, 耶稣说, 哎, 这又不信又拨谋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罢, 耶稣斥责那鬼, 鬼就出来, 从此, 孩子就传遇了, 信心的能力, 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 耶稣说, 是因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掌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 至于这一类的鬼, 若不讨告禁食, 他就不出来, 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第三日, 他要復活, 门徒就大大的忧愁, 从鱼口得税银, 到了加白龙, 有修丁碎的人来见比得雪, 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碎吗? 比得雪, 纳, 他尽了屋子, 耶稣先向他说, 西门, 你的意思如何? 世上的君王, 向谁征收关税丁碎? 是向自己的乙子呢? 是向外人呢? 比得雪, 是向外人, 耶稣说, 既然如此, 乙子就可以免碎了, 但恐怕触犯他们, 你赶往海边去钓鱼, 把先钓上来的鱼, 拿起来, 开了他的口, 必得一块钱, 可以拿去吸他们, 作你我的碎银。 第十八章, 天国女, 谁为大? 当时, 门徒进前来, 问耶稣说, 天国女, 谁是最大的?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 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 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凡为我的名, 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磨石, 山在这人的颈项上, 沉在深海里, 半岛人的有祸, 这世界有祸了, 因为将人半岛, 半岛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半岛人的有祸了, 倘若, 你一只手, 或是一只脚, 叫你跌倒, 就坎下来丢掉, 你缺一只手, 或是一只脚, 进入荣生, 强如有两手两脚, 被丢在荣火里, 倘若, 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把他换出来丢掉,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荣生, 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你们要小心, 不可轻看这小子女的一个, 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使者在天上, 常见我天父的面, 人只来, 为要拯救失丧的人, 迷路的羊, 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 一只走迷了路, 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 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 若是找着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一只羊欢喜, 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女失丧一个, 倘若, 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他若听你, 你便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听,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 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句句都可定准, 若是不听他们, 就告诉教会, 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碎利一样,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我又告诉你们,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 我在天上的父, 必为他们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遥述七十个七次, 那时, 彼得进前来, 对耶稣说,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遥述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 我对你说,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天国好象一个王, 要和他撥人算账, 才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上还之物, 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而女, 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常还, 那仆人就苦福拜他, 说, 主啊, 欢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清, 那仆人的主人, 就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不怜悯人的, 必不蒙怜悯, 那仆人出来,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 欠他十两银子, 便周着他, 欠住他的喉咙, 说, 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伴就苦福殃求他, 说, 欢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 他不幸, 竟去把他下在监虑, 等他还了所欠的债, 众同伴看见他所作的事, 就甚幽愁, 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 主人叫了他来, 对他说, 你这恶奴才, 你仰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刀面了, 你不应当连述你的同伴, 将我连述你吗?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给掌迎的,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 你们各人, 若不从心里遥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代你们了。 第十九章 辩论优妻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 就离开加利利, 来到犹太的境界, 若但河外, 有许多人跟着他, 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 有法利塞人来试探耶稣说, 人无论什么缘故, 都可以休妻吗? 耶稣回答说, 那起初做人的是, 是做男做女, 并且说,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了, 所以, 上帝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法利塞人说, 这样, 摩世为甚么, 吩咐给妻子休书, 就可以休他呢? 耶稣说, 摩世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 许你们幼妻,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凡忧妻令取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犯奸淫了, 有人取那被忧的苦人, 也是犯奸淫了, 门徒对耶稣说, 人和妻子既是这样, 都不如不取, 耶稣说, 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 唯独刺给谁, 谁才能领受, 因为有生来是阉人, 也有被人阉的, 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焉的, 这话谁能领受, 就可以领受, 耶稣为小孩祝福, 那时,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 门徒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类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天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耶稣给他们按手, 就离开那地方去了, 当即财宝在天上,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 夫子, 我该作什么善事, 才能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戒命, 他说, 什么戒命, 耶稣说,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任, 不可偷渡, 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又当爱人如己, 那少年人说,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 你若愿意作完全人, 可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级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者话, 就幽幽愁愁愁的酒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贪财的, 难进天国, 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我又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针的眼, 给财主进上帝的国患容易呢, 门徒听见者话, 就稀奇得狠, 说, 这样, 谁能得救呢,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 这是不能的, 在上帝, 凡事都能, 彼得就对他说, 汉啊,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 我们要得什么呢? 跟从主的赏赐,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跟从我的人, 到复兴的时候, 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凡为我的命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 姐妹, 父亲, 母亲, 儿女, 田地的, 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然而, 有许多在前的, 将要在后, 在后的, 将要在前。 第二十章, 葡萄园的比喻, 因为天国好将家主, 清早出去故人, 进他的葡萄园作供, 和供人讲定, 一天一钱银子, 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若在自初出去, 看见史上还有行暂的人,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所当给的, 我必给你们, 他们也进去了, 若在五正和新初又出去, 也是这样行, 若在有初出去, 看见还有人站在哪里, 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行暂呢? 他们说, 因为没有人顾我们, 他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 原主对管事的说, 叫供人都来, 给他们供钱, 从后来的起, 到先来的为止, 若在有初古的人来了, 各人得了一钱银子, 及至那先古的来了, 他们以为必要多得, 谁知也是觉得一钱, 被召的多, 损赏的少, 他们得了, 就埋怨家主说, 我们整天努苦受热, 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 朋友, 我不规负你, 你与我讲定的, 得是一钱银子吗? 那你的酒吧, 我吸那后来的, 和吸你一样, 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 难道不可除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作好人, 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预言受烂复活。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 对他们说, 看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民事, 他们要定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 将他弃弄, 鞭打,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 他要复活。 谁愿为首, 当作伏人。 那时, 西彼泰儿子的母亲, 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 拜耶稣, 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 你要什么呢? 他说, 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内,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说, 我们能。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必要喝, 只是, 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 就劳劳他们弟兄二人。 耶稣叫了他们来, 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 治理他们, 有大神, 操权管束他们, 指示, 在你们中间, 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 谁愿为大, 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作你们的伯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 作多人的属价。 使两个核子看见, 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 有极多的人跟随他, 有两个核子坐在路旁, 听说是耶稣经过, 就喊着说, 主啊, 大胃的子孙, 可怜我们罢, 众人责备他们, 不许他们作声, 他们却愿发喊着说, 主啊, 大胃的子孙, 可怜我们罢, 耶稣就暂住, 叫他们来, 说, 要我为你们作什么? 他们说, 主啊, 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耶稣就动了慈心, 把他们的眼睛一摸, 他们立刻看见, 就跟从了耶稣。 第二十一章 主骑路进耶路撒冷,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 到了白发旗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穿紫里去, 必看见一匹炉山在那里, 患有奥区同在一处, 你们解开牵渡我这里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 你们就说, 主要用他, 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 这事成就, 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说, 要对石安的居民, 说, 看呀,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是温柔的, 又骑着牢, 就是骑着牢驱止, 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 牵鸟炉和牢驱来,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 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众人哭着雪, 和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奉主命来的, 是应当清众的, 高高在上和煞那, 耶稣既尽了耶路撒冷, 合成都惊动了, 说, 这是水, 众人说, 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 结淨圣殿, 耶稣尽了上帝的殿, 赶出殿里一切作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夹子之人的凳子, 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说, 我的殿必称为土告的殿, 你们倒使他成为财窝了, 在殿里有核子, 强子, 到耶稣跟前, 他就自好了他们, 祭司长和民事, 看见耶稣所行的歧视, 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哭着雪, 和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 就甚怒怒, 对他说, 这些人所说的, 你听见了吗? 耶稣说, 是的, 经上说, 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全了赞美的话, 你们没有念过吗? 于是离开他们, 出城到白大尼去, 在那里住宿, 无花果树被就座, 早晨回城的时候, 他饿了, 看见路旁有一伙无花果树, 就走到跟前, 在树上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你永不结果子, 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门徒看见了, 便稀奇说, 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不疑惑, 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也必成就, 你们祷告, 无论求什么, 只要信, 就必得着。 辩驳耶稣的权并。 耶稣尽了电, 正教训人的时候,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 你像着什么权并作这些事, 给你这权并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若告诉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像着什么权并作这些事, 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 他必对我们说, 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 我们又怕百姓, 因为他们都以若汉为先知, 于是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像着什么权并作这些事, 两个儿子的比喻, 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他来对大儿子说, 我疑,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作工, 他回答说, 我不去, 以后自己怀悔就去了, 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 他回答说, 父啊, 我去, 他却不去, 你们想这两个儿子, 是那一个遵行父命呢? 他们说, 大儿子,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 有个家主, 栽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圈上篱笔, 里面画了一个压酒池, 盖料一座楼, 租给园户, 就往外国去了, 收果子的时候近了, 就打发仆人, 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 园户拿住仆人, 打了一个, 杀了一个, 用石头打死一个, 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 比先前更多, 元户还是照样待他们, 后来, 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 意诗说, 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 不料, 元户看见他儿子, 就彼此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杀他, 佔他的产业, 他们就拿住他, 推出葡萄园外, 杀了, 元户来的时候, 要怎样处置这些元户呢? 他们说, 要下独手随灭那些恶人, 将葡萄园令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元户, 耶稣说, 经上写着, 将人所弃的石头, 以作了防割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作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所以, 我告诉你们, 上帝的国, 必从你们奪去, 刺客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谁吊在这石头上, 必要跌碎, 这石头吊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扎得欺烂, 祭司掌和法利塞人, 听见他的比喻, 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 他们想要捉拿他, 只是怕众人, 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 第二十二章, 取亲的言直,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比一个王, 为他儿子摆设取亲的言直, 就打发伯人去, 请那些被照的人来负席, 他们却不肯来, 王又打发别的伯人说, 你们告诉那被照的人, 我的言直已经预备好了, 牛和肥畜已经宰了, 各样都齐备, 请你们来负席, 那些人不理就走了, 一个到自己田里去, 一个作买卖去, 其余的拿住伯人, 凌辱他们, 把他们杀了, 王就大怒, 发兵除灭那些兇手, 销毁他们的城, 于是对伯人说, 喜然已经齐备, 只是所照的人不配, 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 凡遇见的都照来负席, 那些伯人就出去到大路上, 凡遇见的, 不论善恶都照罪了来, 言直上就坐满了客, 王尽来观看奔吓, 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 就对他说, 朋友, 你到这里来, 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可答, 于是, 王对示唤的人说, 捆起他的手脚来, 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 在那里, 必要爱哭切齿了, 因为被照的人多, 损伤的人少, 考言盘问, 当时, 法利赛人出去商议, 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就打发他们的门徒, 同欺律党的人, 去见耶稣说, 夫子,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 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 什么人你都不须情面, 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 请告诉我们, 你的意见如何? 纳税给该杀, 可以不可以? 纳税给该杀, 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 就说, 假冒为善的人, 为什么试探我? 哪一个想睡的前给我看? 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 耶稣说, 这帐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 是该杀的, 耶稣说, 这样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 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他们听见就稀奇, 离开他走了, 杀到该人, 变帮复复活之事, 杀到该人常说, 没有复活的事, 拿天, 他们来问耶稣说, 夫子, 摩西说, 人若死了, 没有孩子,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立后, 从前在我们这里, 有弟兄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死了, 没有孩子, 撇下妻子级兄弟, 第二第三, 直到第七个, 都是如此, 末后, 妇人也死了, 这样, 当复活的时候, 他是七个人中, 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都娶过他, 耶稣回答说, 你们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娶, 也不嫁, 哪像天上的事者一样, 轮到死人复活, 上帝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 以撒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 乃是活人的上帝, 众人听见这话, 就欺其他的教训, 最大的界命,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杀刀该人的口, 他们就聚集, 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 就问他说, 夫子, 律法上的界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界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界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问他们说, 轮道基督,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是谁的子孙? 他们回答说, 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说, 这样, 大卫被圣灵感动, 怎么还称他为主? 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把你囚的, 放在你的脚下, 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 从哪日以后, 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第二十三章, 警戒人, 效法, 法利赛人, 那时, 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 说, 民事和法利赛人, 他们一切所作的事, 都是要叫人看见, 所以, 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 衣上的垂子做长了, 起爱言直上的首座, 会堂里的高位, 又起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 称呼他拉比,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 因为, 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 你们都是弟兄,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 因为, 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 就是在天上的父,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 因为, 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 就是基督, 你们中间谁为大, 谁就要作你们的用人, 凡自高的, 必降为悲, 自卑的, 必升为高, 述说法利赛人的七王, 你们这假武为善的民事和法利, 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正当人前, 把天国的门关了,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不用他们进去, 你们这假武为善的民事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侵吞寡父的家产, 假意作狠长的祷告, 所以, 要受更重的刑罚, 你们这假武为善的民事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走遍阳海陆地, 勾引一个人入教, 寄入了教, 却使他作地狱之子, 给你们还家陪, 你们这核眼领路的有祸了, 你们说, 凡子着殿起誓的, 这算不得甚么, 只是, 凡子着殿中金子起誓的, 他就该紧守, 你们这无知核眼的人, 什么是大的, 是金子呢, 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 你们又说, 凡子着殿起誓的, 这算不得甚么, 只是, 凡子着殿上礼物起誓的, 他就该紧守, 你们这核眼的人, 什么是大的, 是礼物呢, 还是叫礼物成圣的殿呢, 所以, 人指着殿起誓, 就是指着殿和殿上一切所有的起誓, 人指着殿起誓, 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 人指着天起誓, 就是指着上帝的宝座, 和那住在上面的起誓,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民事和法利赛人有和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 回乡, 芹菜, 献上十分之一, 那律法上更重的事, 就是公义, 怜悯, 信实, 反倒不衡了, 这更重的, 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事不可不衡的, 你们这核眼领路的, 梦从你们就累出来, 落陀你们倒吞下去,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民事和法利赛人有和了, 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 里面却盛满了, 勒索和荒荡, 你这核眼的法利赛人, 先洗净杯盘的里面, 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民事和法利赛人有和了, 因为你们好像粉色的坟墓, 外面好汉, 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或一切的污蔑, 你们也事如此, 在人前, 外面显出公义来, 里面, 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民事和法利赛人有和了, 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 修悉以人的慕, 说, 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 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 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 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 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观吧, 你们这些蛇类, 毒蛇之种啊, 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所以, 我猜遣先知和智慧人并闻事, 到你们这女来, 有的你们要杀害, 要钉十字架, 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边打, 从这城追逼到那城, 叫世上所留意人的血, 都归到你们身上, 从二人亚伯的血起, 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 杀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一切的罪, 都要归到这世代了, 叹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尝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奉猜遣, 到你这女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象没有鸡把小鸡聚集在刺旁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 你们的家成为方长, 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直等到你们说, 奉主命来的, 是应当清重的。 第十四章, 预言圣殿被毁, 耶稣出了圣殿, 正走的时候, 门徒进前来, 把电雨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电雨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耶稣降临, 的预兴,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 门徒暗暗的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命来, 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仗, 和打仗的风声,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没其还没有道,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 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 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户, 忍耐到底, 必要得救, 那时, 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户, 且有好些假仙知起来, 迷惑多人,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暂在圣地, 读者经的人, 需要会议, 那时, 在犹太的, 应当逃到山上, 在房上的, 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 在田里的, 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 或哪孩子的有祸了, 为选民, 要减少灾难的日子, 你们应当祈求, 叫你们逃走的时候, 不如见冬天, 或是安息日, 因为那时, 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 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选民, 那日子必减少了,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 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 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 大歧视,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看呀, 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呀, 基督在旷野里, 你们不要出去, 白雪, 看呀, 基督在内屋中, 你们不要信,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 也要这样, 丝守在那里, 应也必聚在那里,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日头就变黑了, 月亮也不放光, 众星要从天上聚落, 天世都要震动, 那时, 人子的少头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满族都要哀哭, 他们要看见人子, 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猜显示者, 用号筒的大声, 将他的选民, 从四方, 从天这边, 到天那边, 都昭聚了来, 从无花果树, 学比方,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 学过比方, 当树枝发乱, 掌业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这样, 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但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事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负知道, 唯独负知道, 奴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取, 直到奴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那时, 两个人在田里, 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 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所以, 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事, 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 几间天有策来, 就必警醒, 不容人滑透房屋, 这事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善博与恶博的暴认,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博人, 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量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 看见他这样行, 那博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倘若那恶博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慈,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 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博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的处置他, 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耻了, 第二十五章, 十童女的比喻, 那时, 天国好比十个同女, 拿着灯, 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 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 却不预备游, 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游在器命里, 新郎迟然的时候, 他们都打顿睡着了, 半夜有人哭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同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预处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游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 你们自己到卖游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直, 门就关了, 其余的同女, 随后也来了, 说, 主呀, 主呀, 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 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 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按财干受责任, 天国有好给一个人, 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 交给他们, 按着各人的财干, 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 随即那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二千的, 也照样令赚了二千, 但那领一千的, 去挖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那领五千银子的, 又带着那领外的五千来, 说, 主呀, 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五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二千的, 也来说, 主呀, 你交给我二千银子, 请看, 我又赚了二千,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一千的, 也来说, 主呀, 我知道你是忠心的人, 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念, 我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 不兑换银钱的人, 到我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夺过他这一千来, 吸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 吊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了, 论审判的日子, 当仁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象牧羊的分别, 绵羊山羊一般,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 山羊在左边, 于是, 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付赐福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因为我饿了, 你们吸我吃, 喝了, 你们吸我喝, 我作客女,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路看, 你们吸我穿, 我并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里, 你们内看我, 二人就回答说, 主呀,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吸你吃, 喝了, 吸你喝, 什么时候见你作客女, 留你住, 或是赤身路看, 吸你穿, 又什么时候见你并了, 或是在监里, 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雪, 你们这被咒座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因为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喝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作客女, 你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路看, 你们不给我穿, 我并了, 我在监里, 你们不来看顾我,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呀,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 或喝了, 或作客女, 或赤身路看, 或病了, 或在监里, 不治后你呢?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作在我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作在我身上了, 这些人要往永营里去, 哪些人要往永生里去? 第26章 用计杀主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过两天事如月节, 人子将要被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 祭司掌和民间的长老, 聚集在大祭司, 称为该亚法的婉女, 大家相宜, 要用诡计拿着耶稣杀他, 指示说, 当节的日子不可, 恐怕民间生乱, 耶稣在百大尼掌大麻风的西门家女, 有一个女人, 拿着一玉瓶极的香膏来, 趁耶稣坐植的时候, 销在他的头上, 门徒看见, 就狠不起悦, 说, 何用这样的枉费呢,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 周制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 就说,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 他在我身上作的, 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将这香膏囂在我身上, 是为我安葬作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 作个纪念, 犹大卖主, 当下, 十二门徒女, 有一个称为家略人犹大的, 去见祭司长, 说, 我把他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 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 从那时候, 他就找机会, 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预备如月节的延迹, 随敲节的第一天, 门徒来问耶稣说, 你吃如月节的延迹, 要我门在哪里给你预备,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 到某人那里, 对他说, 夫子说, 我的时候快到了, 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如月节, 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 就去预备了如月节的延迹, 到了晚上, 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 正吃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 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他们就甚幽愁, 一个一个的问他说, 主,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 就是他要卖我, 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 但卖人子的人有和了, 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 拉比,是我吗? 耶稣说, 你说的事 切纳盛餐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 就抹开, 递给门徒, 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足借了, 递给他们, 说,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药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 和你们学身的那日子, 他们唱了诗, 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愚言彼得不认主, 那时,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 你们为我的缘故, 都要跌倒, 因为经上记着说, 我要击打木人, 羊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 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比德说, 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却永不跌倒,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 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比德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在客西马尼吐告, 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客西马尼, 就对他们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哪边去吐告, 于是, 大雀比德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 就忧愁起来, 极其难过, 便对他们说, 我心里甚是忧伤, 几乎要死, 你们在这里等候, 和我一同警醒, 他就稍往前走, 苦福在地, 讨告说, 我父啊, 倘若可行, 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主免离来门徒, 警醒祷告, 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 就对彼得说, 怎样, 你们不能和我警醒骗士吗,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你们心灵固然愿意, 欲体却软弱了, 第二次又去讨告说, 我父啊, 这杯药不能离开我, 必要我喝, 就愿你的意子成全, 又来见他们睡着了, 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 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 第三次讨告, 说的话, 还是与先前一样, 于是, 来到门徒那里, 对他们说, 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 时候到了, 人子被迈在罪人手里了, 起来, 我们走罢, 看啊, 卖我的人近了, 道卖和足那, 说话之间, 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 并有许多人, 带着刀棒, 从祭司掌和民间的长老那里, 与他同来, 那卖耶稣的, 吸了他们一个暗号, 说, 我与谁亲嘴, 谁就是他, 你们可以拿住他, 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 请拉给安, 就与他亲嘴, 耶稣对他说, 朋友, 你来要作的事, 就作罢, 于是, 那些人上前, 下手拿住耶稣, 犯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有根据耶稣的一个人, 若是这样, 经上所说, 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怎么应验呢? 当时,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带着刀棒, 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 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 你们并没有拿我, 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 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 当下, 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 在公会前受审, 那耶稣的人, 把他带到大祭司该阿法那里去, 民事和长老, 已经在那里聚会, 给得远远的跟着耶稣, 直到大祭司的丸子, 进到里面, 就和差役同坐, 要看这事到底怎样, 祭司掌和全公会, 寻找假见证, 控告耶稣, 要致死他, 需要好些人来作假见证, 总得不着实据, 末后, 有两个人前来说, 这个人曾说, 我能拆毁上帝的殿, 三日内又建造起来, 大祭司就站起来, 对耶稣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这些人作见证, 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 大祭司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上帝, 叫你起誓告诉我们, 你是上帝的儿子, 基督不是,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事, 然而, 我告诉你们, 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 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 嫁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 他说了浅妄的话, 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这浅妄的话, 现在, 你们都听见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回答说, 他是该死的, 他们就图堕没在他念上, 用拳头打他, 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 基督啊, 你是先知, 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 比德三次不认主, 比德在外面丸子女坐着, 有一个侍女前来说, 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比德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 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寄出去, 到了门口, 又有一个侍女看见他, 就对那女的人说, 这个人也是同那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比德又不承认, 并且喜誓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 过了不多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人前来, 对比德说, 你真是他们一党的, 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比德就发奏起誓的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 立时, 鸡就叫了, 比德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第二十七章, 耶稣被交给彼拉多, 到了早晨, 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大家相议要治死耶稣, 就把他捆绑, 戒去交给巡护彼拉多, 犹大的结局, 这时候, 买耶稣的犹大, 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 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钱, 拿回来吸祭司长和长老说, 我买了无辜之人的血, 是有罪了, 他们说, 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承当罢, 犹大就把那银钱雕在殿里, 出去吊死了, 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 这是血价, 不可放在妇女, 他们相议, 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 为要埋葬外乡人, 所以, 那块田, 直到今日, 还叫作血田, 这就认了先知耶利米的话, 说, 他们用那三十块钱, 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 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的, 买了窑户的一块田, 这事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在彼拉多钱受审, 耶稣站在巡护面前, 巡护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说, 你说的事, 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 什么都不回答, 彼拉多就对他说, 他们作见证, 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没有听见吗? 耶稣仍不回答, 连一句话也不说, 以致巡护甚角欺其, 巡护有一个常例, 每逢这节期, 随众人所要的, 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当时, 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 众人聚集的时候, 彼拉多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 是巴拉巴呢? 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 巡护猿之道, 他们是因为质道才把他戒了来, 正座堂的时候, 他的夫人打发人来说, 这二人的事, 你一点不可管, 因为我今天在梦中, 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祭司长和长老, 挑唆众人, 求释放巴拉巴, 除灭耶稣, 秦虎对众人说, 这两个人, 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 他们说, 巴拉巴, 彼拉多说, 这样,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我怎么扮他呢? 他们都说, 巴拉钉十字架, 秦虎说, 为什么呢? 他作了什么恶事呢? 他们便极力的哭着说, 巴拉钉十字架, 彼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 反要生乱, 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 说, 留这二人的血, 罪不在我, 你们成当罢, 众人都回答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于是, 彼拉多释放巴拉巴及他们, 把耶稣鞭打了, 教给人钉十字架, 弃龙耶稣, 秦虎的兵, 就把耶稣带进衙门, 叫全形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 他们吸他脱了衣服, 穿上一件珠红色袍子, 用草红色袍作冠写, 带在他头上, 拿一根胃子放在他右手里, 跪在他面前, 弃龙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犹图堕没在他脸上, 拿胃子打他的头, 弃龙完了, 就给他脱了袍子, 迎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出去, 要钉十字架, 他们出来的时候, 遇见一个古利内人, 名叫西门, 就勉强他同去, 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耶稣被钉十字架,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各各他, 意思就是捉楼地, 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 吸耶稣喝, 他尝了, 就不肯喝, 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就连扣分他的衣服, 又坐在哪里看守他, 在他头以上, 安一个牌子, 写着他的罪状, 说, 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 记录主不能救自己, 当时, 有两个强盗, 和他同钉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从哪里经过的人, 记录他, 遥着头说, 你这策位圣殿, 三日由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祭司掌和文士并掌老, 也是这样弃弄他, 说, 他救了别人, 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 我们就信他, 他倚靠上帝, 上帝若喜悦他, 现在可以救他, 因为他曾说, 我是上帝的儿子, 那和他同钉的强盗, 也是这样的机招他, 从五正到新初, 遍地都黑暗了, 若在新初, 耶稣大声喊着说, 以利,以利, 拉马撒巴各大尼, 就是说,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为什么离弃我, 站在那里的人, 有的听见就说, 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 内中有一个人, 赶紧跑去, 拿海涌站满尿躁, 绑在位子上, 送给他渴, 其余的人说, 且等着, 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 耶稣又大声喊叫, 气就断了, 耶稣死的景象, 忽然, 殿里的万子, 从上都下裂为两半, 地也震动, 盘石也崩裂, 坟墓也开了, 以遂圣徒的身体, 多有起来的, 到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 尽了圣城, 向许多人显现, 伯父掌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 看见地震, 并所经历的事, 就极其害怕, 说, 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 有好些妇女在哪里, 远远的观看, 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 来服侍他的, 内中有末大拉的玛利亚, 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 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 安放耶稣于身母, 到了晚上, 有一个财主, 名叫约失, 是阿里马泰来的,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这人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比拉多就吩咐给他, 约失取了身体, 用干净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自己的身坟墓里, 就是他坐在盆石里的, 他有把大石头捆到墓门口, 就去了, 有末大拉的玛利亚, 和哪个玛利亚在哪里, 对着坟墓座着, 风石, 拖手, 次日, 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责, 来见比拉多说, 大人, 我们记得那有惑人的, 还活着的时候, 曾说, 三日后我要复活, 因此, 请吩咐人将坟墓把手妥当, 直到第三日, 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 就告诉百姓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这样, 那后来的迷惑, 比先前的更厉害了, 比拉多说, 你们有看守的兵, 去吧, 尽你们所能的把手妥当, 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铜去, 封了石头, 将坟墓把手妥当。 第二十八章 从死里复活。 安息日将尽, 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末大拉的玛利亚, 和哪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忽然地带震动, 因为有主的侍者, 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 坐在上面, 他的像貌如同闪电, 衣服结白如雪, 看守的人, 就因他吓得温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父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 你们是尋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耳先往家里离去, 在哪里你们要见他, 看呀,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又害怕, 又大大的欢喜, 跑去要报级他的门徒, 忽然, 耶稣遇见他们, 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家里离去, 在哪里必见我。 公会捏造方言, 他们去的时候, 看守的兵, 有几个进城去, 将所经历的事, 都报给祭司长,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 就拿许多银钱吸兵丁说, 你们要这样说, 夜间, 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 倘若这话被秦府听见, 有我们劝他, 保你们无事, 兵丁授了银钱, 就照所祝福他们的去行, 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 直到今日, 门徒奉差遣,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 就拜他, 然而患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兵, 都刺及我了, 所以, 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命,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尝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